我们也是看到 这个社会动乱 地球灾变频繁 这个法门迫切需要 所以把华严经暂停 把这一部经详细在 跟同学们讲一遍 我们做一次 修学的分享 这个经讲完之后 如果还有时间 我们继续学习华严 华严是大本无量手机 不能深入华严 无量手机的味道就讲不出来 它跟华严经是通的 古人称这个是中本华严 称阿弥陀经 叫小本华严 所以真的是难知难见 这是遇到 非常不容易遇到 不容易看到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了 许多同学 同学呢 想发心 做一顿工作 做的好事 大家都知道 印经是好事 印光大师 一生就专门干这一桩事情 印族一生 接受着四众的供养 他没做别的事情 他把这些供养的钱 办了一个 红画室 苏州红画室 他到人家办的 红画室是什么 就是佛金流同处 但他自己有印刷厂 就做这一桩事情 我们要知道 金刚经 大家念得很熟 金刚经上 佛就多次的迅速 大千世界 切保布施 笔布上 大成经 四居其 为人演书 法布施的功德 不够四页 那我们在佛门 做好事 什么是第一好事呢 印经是第一好事 这么多经 我们印什么经 就这本无量寿经 为什么呢 这无量寿经是 大臣经的第一经 不可思议 末法向后九千年 威业能够度众生 辽生死出三界 亡生 皆福 一生圆满 就靠这一步 这还得了吗